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判断,比如说它小于10,来给它加0,其实比较不正规 为什么?因为这个,如果假设你的条件很复杂,比如说各位应该有用过eSale eSale里面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比如它原来没有,没有什么呢?原来没有0,那你要补0的话,你怎么办? 各位eSale熟不熟?如果eSale熟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函数吧 等于什么呢?等于Tester,这个是eSale函数 那另外呢,如果你今天希望什么?函数是这样做 那如果是,因为我也教VBA,所以我也用一个转换,执行一下,也可以用VBA跑 那VBA怎么写?VBA里面就这样,因为我的范围是1到42列,对不对? 然后我就给它一个函数,叫Formator 这个Formator是VBA里面的一个方法 应该叫做函数 那函数在那个Java里面叫方法 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要达成什么?这个动作 格式化,对不对? 那这个格式化,当然你可以延伸去看 比如说你按右键,把它出称格格式里面 这边其实就会有很多制定的一些格式 那这些格式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以点一下 上面都有相关的什么格式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格式化出你要的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格式 那这边说明主要是说,如果当然可以用函数 用Test,可以用VBA 那假如你今天的问题是发生在Java 你可不可以用那个VBA来做呢? 当然不行,因为语言特性不同 你就要用它里面的东西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先把这几行注解掉 那注解掉,我就直接教各位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就Ctrl加斜线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Ctrl加这个斜线 它就会把这几行注解掉 注解掉的意思就是不执行的意思 加注解的意思 那当然原特性也不一样 以前在写VBA的时候是加单以后 那现在的话,记得就是斜线 反正都是在写程式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慢慢感觉到其实就习惯就好了 习惯之后你写哪一个程式就可以 通通也不会有问题 好,那假如说我今天要用一个类似的方法 那那个方法在Java里面就提供给我们 这个有点像我一直强调 它其实就是一个软体零件 这个零件呢,它是放在有一个套件里面 所以呢,我要把那个套件拿进来用的话 你必须要在最上面的地方按一个Enter 把它怎么input进来 这个input有点像哦 你假设是电脑 你要买一个网路卡插上去 这样一样